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4年8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五 繼續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香港的藍絲KOL 又在寫一些無聊文章 那些文章 是變相竟然是踢爆了 香港政府的謊話 原本相關的文章 是要大大力攻擊英國的 已經有大量的網民質疑 為甚麼 又說英國那麼惡劣 送自己的女兒去英國讀書 這個藍絲KOL 不用說 就是這一位 是姓屈 屈婦人 屈婦人又有新文章 說英國 是大大鑊的 結果有眼尼的網民 是認為屈婦人的文章 是正正揭露了 香港政府 面對的問題是大大鑊的 因為如果英國 是有財政赤字的話 如果這個問題很嚴重的話 那麼香港 這個問題 就是足足給人 大了十倍以上 好了 那麼 相關的報導 就是說英王 查理斯 說英王就是珠門 酒肉抽 老友凍死骨 當然我們不是說 完全不同意 任何社會 基本上肯定有貧富懸殊 英國不用說了 英國到現在也不是共和國 英國是一個Kingdom 就是英國的K United Kingdom 英國到現在還是一個 有皇室的國家 英王是否揮霍 英王跟普通老百姓比 當然是揮霍 但是說特權階級 老友凍死骨 肯定 中國大陸是嚴重一百倍也不止的 香港也不用說了 香港也不見得好很多 香港隨時是人家的十倍來的 也不要說整個中國大陸 說中國大陸 簡直是笑話 說香港 其實跟英國相比 都相差甚遠 更加好笑的是甚麼呢 英國 中國大陸是有220億英鎊的財政赤字 所以接下來 政府要削減 是136億英鎊的支出 即是說 要削減13億的開支 好了 2000多億的財政赤字 英國現在很嚴重 立即有眼理的網民就問一個問題 2000多億的赤字很嚴重 你看看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現在 連續五年 連年都財政赤字 好了 最新的年不用說了 發了這個綠色債券 搞了一大堆包裝 還有一千多億是赤字的 更加好笑的是甚麼呢 英國 香港人口多 香港足足十倍以上 但是人家的財政赤 數字比香港還小 即是說 香港人口是人口的十分之一 但是財政赤 就是等於 人家一樣大 甚至乎是更加多一點 很簡單的比較問題 你說到底哪邊的財政赤會嚴重一點呢 答案當然不用說了 當然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的財政 是完全 是沒有辦法忽然之間可以離暴的 只是看香港 近這三年 從2021年開始 就有600多億財政 2020年那一年 更加的財政是達到2300億 根本 只是2020年的財政 已經比整個英國 財政還要更加嚴重 正如我們跟大家說的 香港現在 只有這群藍絲 和五毛在打飛機 他們可以做事就是天天發掘到底有什麼 黑材料是說英國的 又或者說美國 曾經有一段時間就說美國 例如這個 黑命貴運動爆發的 連中國外交部 都出來抽水 說I can't beef 我吐不了氣 即是模擬這個 是 黑人的事件 後來 國家領導人說要跟美國修補 結果整個香港的這群五毛全部炒車 包括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他們現在就不敢 再提美國了 他們轉為攻擊英國 英國是一個開放的民主國家 你能夠找到 是政府的黑材料 是實屬正常現象 慘得過 你批評英國 我們在這裡 批評也不會被人拘捕的 你在香港一說 就說你唱衰香港 要拉要鎖 又說要出動國安 真的相當之好笑 現在人家的財赤 根本 跟你香港的數字 財赤都比不上的 你在香港 小時候人家那麼多的經濟規模 公共財政更加不用說 你的財赤 可以比整個英國那麼多 你也算誇張了 按照 屈穎妍自己的踢爆 如果你說英國 是 深坑 填補不了 香港的深坑 那些錢 又在哪裡找回來 可以填補呢 香港政府 據報 只是剩下7000多億 財政儲備 但是 過去那五年財赤就已經等於 5700多億 今年還未完結 現在已經計算到財赤 最少也有500億 即是說 基本上可以肯定 香港政府 肯定是會在幾年之內 就是破產的 而香港政府現在可以做的 就是不斷發債 發債 不代表 有收入的 收入 不存在就是不存在 支出 太大就是支出太大 香港政府 來到現在這一刻還是死心不惜 繼續在說 要搞人工賭 好了 其實已經到了財政的懸崖 隨時 就是徹底爆煲 現在香港政府 日日出來不是跟你說 機遇處處 就是大有人才 再不是 就說要去中東搞交流 連個中東王子 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徹底消失 好了 我就看不到 香港有辦法解決財赤 英國就不用擔心 英國 比香港是9倍 香港為甚麼是9倍 因為香港 財政開支 基本上全部是政治酬庸 已經有 一大群人習慣了 洗大了 不單止沒有打算是用任何方法找回收入 更加 是出來天天打飛機 又說跟你說要考慮要起這個 是交以洲人工賭的 好了 我當你 真的起了出來 可能賣到錢 但是 你要起 有大量的成本 只是預計的造價 也未算是通脹 還有其他 是工程延誤 香港 的工程 是習慣 是嚴重超支的 只是 估計的造價 就已經等於 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 你說多好笑 香港有甚麼可能不破產呢 香港跟著再搞發債 發完債 就破產得再厲害一點 發債不代表不用還 是不是 即是說現在香港 就是變成一間 恆大的 然後每天跟你說 打飛機的時項 包括 大紅貓生BB 然後 拿金牌 奧運 店舖每天倒閉 政府官員 你也不理 出來 就是露斥 叫你不要以偏概傳 我們看來看去 叫大家內心看下去 接下來說幾年 香港 基本上就是會出現徹底資不遞債 按照推旋 其實不需要五年 五年之內 就已經無以為計 好 我們今節 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時間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是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見面貼 請回應 我們打字幕